苗栗神怡婦人疑似因为不满前夫 好赌又不顾家 23号凌晨趁着前夫不在家 留下了遗书 就带着一对念国中的子女烧炭巡短 期间妇人曾经打过四通电话给前夫 但是前夫都没有接到 男子痛失三名至亲痛哭失声 男子痛哭管不回失去的三名亲人 23号凌晨前妻带着一对儿女烧炭巡短 男子回到家才发现三个人早就没了气息 现年33岁的卢姓夫人留下遗书 疑似是因为受不了 卢姓前夫好赌败光了家产 两年前离婚 但是前夫要求复合 母子三人去年才重回苗栗后龙前夫家 但夫人发现 丈夫依旧是恶习不改 趁着前夫到高雄进乡 23号凌晨带着救赌国中的子女 烧炭巡短 最主要是个性人 最不错 因为心中就有一些不良事 只是说他两个是他的最爱 他女儿有协助写一段 夫人留下遗书痛骂前夫 嗜赌成信才激欠了千万赌债 带着最爱的一对子女走上绝路 遗书上还有女儿的笔迹 因为孩子他一直以来都是很乐观 小朋友老师还在跟他聊天 也没有什么异状 消防指出没察觉小孩情绪有什么异状 不过现场没有发现安眠要空核 初步排除母亲对子女加工巡短的可能 确切的死因监禁进一步调查